韩国黑白大厨节目片段 美农白玉萝卜及好豆股东会 也来蒙眼品尝美食 你要记住那个口感那个风味好不好 一边是白玉萝卜叶制作的小披萨 一边是包在昂道昏贵的花生卷饼 11月秋季是美农白玉萝卜生产的季节 提供开放场域 让民众亲自下田采萝卜 特别举办股东会 让民间团体和企业认股 游客亲自的体验的方式 能够拉近农地跟餐桌的一个距离 今年接连三个台风影响 打乱了农民种植时间点 因此产期也延后了一个月 种植下去的时候 它就是因为连续台风或好雨 造成它的一个完全没办法 去继续去采收的一个情况 所以农民势必要再重新的一个种植 种植面积减少到200公顷 股东会场无法一次全开放 将依气候生长逐次开放 而巴罗坡体验预计12月中下旬 正式开跑 TVBS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